师父,就是这个马来法会,您简单开始怎样,知道自己被偷弃了,请问师父,在现实生活中,如果知道自己被偷弃了,生活中短时间内又不能避免跟这个人打交道或者是离开这个环境,我们怎样防止自己被偷弃呢?请师父,四倍开始一样。 最简单的方法就不要听他话听得特别认真啊,你比方说举个简单例子,现在师父跟你们讲话,你们听得很认真,往心里去,对不对啊?你可以不要往心里去啊,他在边上跟你说话,你知道吗?哎呦,我真恨这个人,这个人真的讨厌啊,哎呀,你知道他骗了我啊,他欺负我啊,你知道吗?哎呀,他怎么怎么啊,好,你听过算过了,你就不被他这个阴气所吸引啊。 否则的话,你听得进去的话,你就慢慢的会被他的气会,气场会搞乱的呀,明白了吗? 哦,明白了,明白了,那如果说为了平时生活中我们加强什么精闻,就不容易被别人偷弃呢? 大悲咒呀,大悲咒。 大悲咒。 大悲咒的话,因为基本上是百用的,你基本上,比方说你觉得这个人体场很不好,你要用。 晚上睡觉有鬼来了也要用,暂时解决问题都要大悲咒,就是这样,心经呢,就是有灵性来问你要的时候,你可以念给他,也是非常软性的跟他打招呼,说我以后会给你念,现在先给他心经,就是当场就是拿出这种自己的功德给他一点,就是这样。 哦,明白了,明白了,明白了,嗯,谢谢师傅,自备开设,下一位